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三百二十三集 上阳宫也是皇家别宫 虽也在洛阳城内 但是距离太初宫并不远 但毕竟隔着落水还要行进一段路 此时夜色依旧深沉 而且雾气越来越重 侍卫的火把照不了多远 所以马车走得很慢 武罩裹着球衣 血也在车内 却无丝毫倦意 一者天气太冷 再者法葬的话 多多少少也触动了他 此一时比一时 如今他身份变了 已经是堂堂正正的皇帝 行事作风 确实该有所改变 自古君王已得力天下 无论对金人 还是对后事 落一个残暴之名 难道好听吗 看来啊 以前假酷吏之手 干的那些事情 也该有个了结了 正思寸间 忽听车外马提声剑多 想必已至上阳宫北门 由雨林军赶来护驾 不多时 果然传来请安之声 武罩将车帘 微微掀开一道缝 朝外望了一眼 借着朦胧的火光 见一名身皮铠甲 满面皱纹 河下无须的将领 正骑在马上 朝他拱手施礼 武罩不禁笑了 竟是你来接朕哪 奴才随使陛下多年 早就习惯 今夜物这么浓 若不亲自把您迎回来 哪儿放心得下来呀 这领兵的并非是旁人 乃是大宦官范云仙 他侍奉主子数十年 一直忠心耿耿 称得起是武罩身边的 第一心腹宦官 在夺权的过程之中 他立的功劳 一点也不比外臣少 武罩称帝 自然要好好奖赏他 习乎 宦官品阶最高的就是四品 他早已经升到头了 于是武罩特别处置 在宫外赏他一座豪宅 让他以内侍的身份 兼领雨林军 俨然与左雨林大将 张乾旭平起平措 内外无阻 甚是威风 武罩听他这么说 甚是欣慰 却嘱咐道 叫兵士们切莫声张 用不着太多人 时候不早了 这会儿恐怕已有 大臣入宫覆巢 若是撞见车架 少不得下马实力 这天寒地冻的 别给他们添麻烦了 难得陛下这片体恤 下情之心呢 范云先遵令而行 士兵立刻散开 说话间 已至天津桥 只一队骑兵 护着圣驾 悄悄驰入宫门 雾气茫茫的 根本没人注意 冒出时分 忠古齐鸣 每隔一天一次的朝会 开始了 无品以上的官员列队 走进贞官殿 见皇帝头戴乌纱 身穿黄袍 腰配龙拳 端然稳坐龙床之上 仪太祥和气定神贤 腰背顶拔 补弩自威 谁能想到 他一夜未眠呢 群臣以文昌左相 五成四 文昌右相 五长倩 二人为首 行三跪九寇大礼 山呼万岁 各自落座 气氛一时间 甚是凝重 五兆不带任何人奏事 先生夺人 宣布一个决定 那就是 匾内使宗秦克 为尊化献令 宗秦克 不仅是当朝宰相之一 更是五兆堂姐之子 曾为五家夺权 立过汉马功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宰出元年 创造了天 地 日 月 等十二个吉祥文字 就连女皇名字里边的 赵字也在其中 介于他的功劳 天寿革命之后 五兆命他任内使 使凤阁的长官 掌管赵斥 权势极大 但是 半个月前 有监察御史 检举他和弟弟 帝官侍郎 宗楚克 东官员外郎 宗晋青 收受贿赂 卖官欲绝 五兆揽造之后 立刻将他兄弟三人停职 令有私审查 事情果真是查有实据 但是 宿政台官员 却非常为难 碍于他是女皇的亲眷 不敢把事情做绝 最后 上奏处理意见 是 退赃罚奉 几了 女皇根本就没有回户之意 今日 当众宣布 将宗秦克 由宰相 贬为七品信令 宗楚克 宗晋青 罢官流放 另一位内使宰相 邢文伟 也因知情不举 被贬出洛阳 宣判已毙 武照一脸严肃 朝廷处事 贵在公正 宗室兄弟 受财卖官 赴天下世人和身 又赴朕和身 皇设计方力 海内桥手 岂可做事贪毁横行 败坏朝廷风气 不严惩 不足以正刚计 这明显是杀鸡锦侯啊 先拿自己的亲戚开刀 向天下人展示 新王朝的公正 陛下圣明 群臣高呼 开国第一案 女皇公正审理 严加处罚 却是大快人心 群臣精神为之一阵 皇帝如此明锐 那臣子哪敢懈怠呀 纷纷出班起走 一来 五周方力 气象万新 二来呢 多赖女皇秦政 倒也大体和顺 连边庭之地 也平静无事 中原最强之体 木骨与吐蕃 屡屡扰边生信 改朝换代 游易生变 哪知 近来吐蕃竟出奇的老师 这倒是意外之喜 五周高坐龙床 静听群臣奏事 时而点头 时而猝眉 待群臣再无所言 语重心长地说道 朝廷心力 百叶待兴 仅凭朕与列位的努力 还远远不够 而今 三省六官多有缺缘 许多重任 无人担负 宰将 皆身兼数职 尝此以往 恐难为己呀 缺缘很正常 因为原先那些高官呢 不是被杀 就是被贬处 后来提拔的人资历又都不够 所以上书 侍郎 列卿 少卿 空缺一大堆 现任宰相之中 除了文昌台左右相 其余均是尖领 现在 右边宗秦克 行文伟 今后朝政行政 更加捉襟见舟 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呢 所以 朕决定 向天下各道 分派巡抚使 辅黎民 蒋巡礼 举贤良 为朝廷 访查可用之才 是 李四贞出班领命 他呀 官居 又御史中称 掌管的又宿正台 是专门监查 地方官员的 令这项差事 理所应当 另外 前几年 有许多官员被贬 固然身涉种种罪案 但其中 也不乏可用之人 料想他们经受教训 必能改过 若能召回的 就尽量召回吧 虽然只是 轻飘飘的两句话 可是群臣听来 却大为兴奋 血洗朝廷的风波 结束了呀 那些有才有德 受屈含冤的 同僚要回来了 大臣们彼此相顾 皆有喜色 尤其史物资 阁元府 阅司会等宰相 武照看了一眼 文昌右相 武长倩 论资历 没人比得过你 想必 你对那些 被贬之人的履历 也较为熟悉 这件事情 就由你酌情处理吧 遵命 武长倩 举护领命 就这样吧 该办的事都办完了 武照的精神 也放松下来 毕竟熬了一整夜 这会儿啊 终于有几分困意 众卿 可还有奏饼之事 说着便要散朝 臣还有一件要事起奏 随着这一声应对 大家的目光都汇聚到了朝班之手 甚是关切 因为说话的是五成四 天下谁人不知五成四 是女皇最亲近的侄儿呢 如今 她以绝封魏王 官居文昌左相 同凤阁鸾台三品 不仅是武士宗族的族长 也位居朝廷的百官之首 随着地位的提升 五成四的气质远胜往昔 鹅官薄带 步履稳健 精神昂扬 的确有一朝首相的派头 不过呢 她善于逢迎的性格 仍然是丝毫未改 一开口便是歌颂圣德之词 天朝芳兴 玉语成详 文武百辽 四海称民 莫不舞蹈称情 大舟设计顺天应人 必与天地其寿 日月同荒 不过 她的口气忽而一转 笑容也渐渐凝滞 设计九鼎重于泰山 以当防危杜剑 小灾祸于未蒙 近来 臣风闻一些谶语 寓意 甚是不详 哦 武照刚有的一点困意 煞时间消失了 适合称言 自何处听说 她改换设计 多来神道社教 对称伪预言之类的事情 格外的重视 更何况 传言起于民间 或多或少呢 还体现一些民意 因此愈加不敢忽视 臣 无意间听闻 不大确然 曾派家谱四处打探 坊间议论纷纷 具体词句 墨中一世 多礼语夜谈 却有 待武者留 四字 此言一出群臣悚然 祥和的气氛彻底被打破了 这句话暗藏天命更替之意啊 想来 武士代理仅仅三个月 难道又将有人待武士而立吗 血雨腥风的革命才刚结束 莫非又要再起波澜吗 在场之人不乏学识 渊博之辈 自然晓得趁雨的源流 刘氏主集 刘氏当旺之类的言语 从未尽时便有 自三国纷争 至隋唐一统 天下分战三百余年 这些言论 似乎代表了老百姓 对刘汉王朝的怀念 对和平统一的期待 但是 也恰恰是这三百年 同样是佛道两教 日益发展壮大的时期 许多包含民间意愿的称语 载入了宗教典籍 刘氏当旺 这一称语 主要记载于 道教三黄经 被隋唐君王所赠 隋文帝阳间 心性猜忌 在诸杀功臣流访时 在诏书之中公然写道 姓是卯金刀 明是一万日 刘氏英望为万日天子 逆劫艰辛 尽叹干戈 唐太宗李世民 干脆在贞观十二年 下令焚毁三黄经 想要断绝妖言 然而 道经繁杂不是悔一部经 就能遏制的 诗人多知李治五兆 当年珍爱嫡长子 借神咒经中 真君者 穆子公司 望至天下 天下大乐的称语 给儿子起名为李红 却不知 同是这部神咒经 还有刘氏武士 子孙 祭统仙姬的语言 每逢改朝换代 民间总会犯起 乱七八糟的迷信谣言 代武者刘也不例外 也是事有凑巧 当初 李唐定鼎 曾评定诸多歌剧政权 其中之一 便是歌剧河东 称帝的刘武周 而今 武赵称帝 国号为周 而刘武周这个名字 又是刘 冠于武周之前 再加上 早有刘氏当旺的传言 于是就附会出了 代武者刘之类的话 虽然这些衬语皆是不经之谈 在宝学之事看来甚是滑稽 但是对于无知小民来言 还是有一定的煽动力的 不过 比衬语更恐怖的 是隐藏在衬语之后的险恶用心 武成寺前去一步 满脸恳怯道 古人云 阳汤直废 不如府邸抽薪 还望陛下揪明此事 早除祸根 早除祸根 他要怎么个除法呢 武长妾身子一颤 嘴唇咕噜两下 雪白的胡须 不住颤抖 似乎有话要说 可是呢 眼见女皇一脸关注之态 思量再三 还是把话又给咽了回去 其他大臣也都沉默不语 似乎每个人都在私存 武成寺宣扬这事的意图 朝堂疏然变得静悄悄的 正在鸦雀无声之时 呼见一名飞袍官员 快步出班 以洪亮的嗓音 上前施礼道 臣不才 愿为陛下 休迷此祸 群臣侧目视之 见请英之人 是鸾台侍郎傅游义 又都忍不住 露出了鄙夷之色 无怪同僚瞧不起他 傅游义的官啊 实在是生得太容易 半年前 他还是肃政台的欺贫补缺 因迎合武士代理之志 组织百姓上书请愿 一下子超升十阶 击身轮台设人 单单如此到也罢了 他又再接再厉 动员更多的人 堵着皇宫大门连日劝进 终于迫使武诏 无可奈何地登上皇位 他也因为这项功劳 再度晋升 不但当了正四品鸾台侍郎 还加了同凤阁鸾台平章式的头衔 从一切芝麻官到宰相 只用了几个月 何以服众啊 火不厌斥 水不痛寒 别人看得不顺眼 可是傅游义呢 却一本正经 甚至还想再进一步 同平章式毕竟还是兼职散相 若能当上内使 纳颜 穿身紫袍 积身显贵 那岂不更风光啊 故而他跃跃欲试 时刻盼着银河上义 再见新宫 只可惜 他学识低微 才干有限 一直没能如愿 到了这会儿 他见别人都不说话了 以为好机会来了 也没仔细想一想 就匆匆忙忙窜了出来 五兆见毛遂自荐的人是他 也不禁玩耳 爱卿真乃大财 这么快就想出消解之策啊 朕洗耳恭听 这话颇有言语之意 傅游义全然未查 物自慷慨信策 善恶不两立 中间不同天 陛下见座 虽顺万民之意 却是奸恶之徒 丢官缘喜 无所遁形 难免心生怨怼 待武者留的谶语 必是因罪流放之徒编造的 一遇假借天命 煽动流人 集结群仇叛逆朝廷 以臣之见 陛下当派御史 奔赴岭南 山南诸州 推居流泛 降察兼谋 若实在难以甄别 不妨将他们都杀掉 以绝后患 他虽然理解错了 但这番话也大有媚上之意 岭南留人大部分 是因为反抗武士才获罪的 还有不少是礼堂宗义 在傅游义看来 一向杀法果断的女皇 必定有斩草除根之意 五成四的眉头 凝成了大哥的 暗骂着幸福的愚蠢 跟着瞎起呼 他连忙 开言打断 傅侍郎 我所言 待武者留 并非留范之留 乃是留性之留 傅游义大炯 脸上一阵羞红 正不知该如何改口 朝班之中 另一位宰相史物兹 却紧跟着发问 为王断言 趁语中 乃流性之留 敢问 有何文本为平呢 这 五成四略一迟疑 方间口耳相传 岂有文字 那便是 无平 无拒 语楼 史物兹露出一丝笑意 即使市井口耳相传 具体何字 实难考究 傅侍郎猜测是流范兼谋 也未为无理 也可能是 一流之流 免流之流 亦或许 根本是流传 并非是待武者留四个字 只是同音 未必真与朝廷设计有关 所以 无需多虑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 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